大家好,今天過得如何? 那眼前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有一些書籍 那我把它做分類 那這些都是合比畫之前讀過的一些書籍 然後呢,把它放到桌面上來做一個分類 那基於我本來已經看過了 然後在家裡又佔了不少空間 所以呢,想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把它放到那個露天賣場 再去做一個買賣這樣子 但是呢,並不是為了賺什麼錢 而是想說以便宜的價格賣給這個有需要的人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我這邊有哪些書籍 首先第一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呢就是因為我對於投資理財也比較有興趣 所以呢,我買了像這個科斯托蘭尼精選套書三本 OK,那看起來都很新 包含這個很著名的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有證券、心理學、金錢遊戲等等 然後呢,這一本書是我當初學習 布林軌道所參考的一本用書 那這本書也是很有名的 是由John Berling所寫的一本書 那從這本書你可以表解說 為何現在在布林軌道在目標投資上的應用 會有這麼多的那個方式以及分析的方法 那都是源自於這一本書 好,那這一本書是由著名的投資者呂中耀 他所寫的,多年前寫的 那其實這本書大概講了一些基本投資概念 投資者你對於你投資應該有的修煉是怎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一本 那這一本是我今年買的 我只買上漲股 那有些人操作不一樣的方法就是他會選擇強勢股 那當然投資相似股就有更多的風險 但是呢,風險越高 那你的投報率就有可能越高 那當然相對的也可能賠得更多 那這一本書是由韓國第一Youtuber所寫的 用100張K線教你如何去看 那看穿主力的方式 那這一本書聰明投資金率 這個是由那個吳其名,吳其名學者 他是一個博士他所寫的 那他裡面比較基於一些 不是非技術面 而是那個 基本的那個投資法則 基本面為主 你如何去看這樣子 那這一本書呢 是標股標股人的愛 那這一本書也有一定的時間了 那當然還是保存得很新的 作者稱任何 那當然他就是教你如何選擇標股 不要被割腳菜 這是股市菜牛的第一本書 然後這一本呢 小散戶的生存之道 那這個書的話 他教你從50萬的資金做起 是由無名則 一個多空無極 他所寫的一本書 那這裡面也包含了一些技術 技術分析之類的 那書也還很新 那這本書呢是 這個投資王龜爺所寫的便利 技術指標公式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本書也是很經典的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 嘗試一下 那這一本書是空手的勇氣 有很著名的這個黃國華先生寫的 他是一個作家 然後他在早年前寫了很多書 那相信大家 老一輩的這個投資者都聽過他的名號 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看看 那這一本書呢 這一本書在早年前也相當著名 叫做 我用K線寫日記 股市大贏家 他從這個五千萬到十億的路 那由陳敬堂先生所寫的 這本書非常經典 OK 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本書應該現在不好買了 因為太久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好這本書呢 那這個是由大陸的投資者寫的一個叫李一航的 那這一本書是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所買的 那因為他主要訴求的是一些很簡單的一些線型K線分析 那這一本書買了很久 那對於想要初步投資的人 他是一個很訓練強化你這個K線去看的這個方法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參考 好那接下來我去看一下這個第二類型 這個工具書 商用商業實用英文 好這裡面還附光碟 那這個工具機 速控工具機 這個目前的話 有需要可以參考 這算是你如果做CNC 可以 可以拿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你把這個程式弄到網路 你把這個程式弄到網路 工具CNC系統裡面是怎麼去做的 OK 這個普通生態學 這個就是 大學時候的一席的書 那當然時間有點有點久了 所以這個二手書賣的價格算是很便宜 那你如果說你可以選那個免運費的時候 去去買這樣子的話 就這個都很便宜 OK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所謂的這個 呃 知識概念 這個是這本書叫做 世界是 是彎的 不是平的這個 另外因為之前有一本書呢 他叫做世界是平的 很有名 那後來我看到這本書他寫世界是彎的 那可能又有不一樣的構想跟概念 所以我也把它買下來參考一下 那也獲得不少心得 然後這本書 猶太人致富超厚黑心法 當然他教你一些這個 有錢人的致富方法 那我看了這本書 我覺得當然你在賺錢裡面會有一些 特別的心機去應用 但我個人是對這部分 因為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基本上 我們過的生活就是像我頻道所說的小資深 人生就是不需要說一定要多有錢 多有錢都是 以佛道來講就是天生註定 所以 你強求說要多有錢 那有可能犧牲掉你的其他部分 包含 譬如說家庭生活啊 健康生活啊 追求了名利之後用 可能沒有辦法享受得很久 那這樣也 不是說一個很好的方式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文學 那本身偶爾也會涉獵一些文學 那這是白鮮勇先生在早年前 你看這二雅蟲書這個 寫了一本台北人 那 書很久了啦 但是基本上也是很經典的一本書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參考 好那接下來我介紹的是 我所謂的這個工具 程式語言書 那這本書基本上叫世界第一有效 Excel VBA 那這個有點舊 那通常 VBA的應用 就是在讓你做一些重複動作 在 Excel 的一些 table上面可以去應用 然後如果你學會這個程式 那你必須要有一些 基本的 DCO basic的語言的能力 好那接下來這個超圖解 Excel超圖解 這個其實我也沒有用很久 因為畢竟沒有那麼多時間學習 而且還要做頻道 還有上班之類的 OK 好那其實他這個日本人寫的 那主要日本人就是細心 他通常就是用所謂的圖來掩飾 還有這個 當初Android在開發的時候 APP軟體很好 那當初有去看一下這些APP是怎麼寫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沒那麼多時間 這本書說實在的 你不是很專業的話 其實買來也只是翻一翻而已 好那這個 這本書 頗一曲面設計 當初是為了畫一些車子啊 或者是做一些玩具 3D列印的時候去買的 自己可以畫一些書 一些3D圖 把它列印出來 或者是當你會了這個技巧之後 你也可以靠這個來吃飯 因為3D的圖 基本上他會的人 能畫的好的人不多啦 那尤其是你會了這個 未來也可以從事所謂的ID設計 OK 接下來這個3本的話就是有關於我們健康的書 比如說有個人他可能 比較緊張會常落賽啊 肚子痛之類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長照整 樹看起來有點舊啦 但是精髓還是在 這個無毒保健康 這個 健康是一輩子的事 一輩子的投資 不要把這個 目前的這個 勞累變成以後 用來賺的錢 用來買藥 這樣 所以這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還有這個 想的跟你不一樣 那本身因為 之前是有一些肥胖 想說在比較短的時間 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減肥的 那這一本書就是 就是有大雄所寫的 那他本身看起來 會取這個名字 應該也是一個胖子 然後應該是他本身 後來 受生成功 所以他把經驗 來做一個傳承 那這本書也很新啊 大家可以很快的翻一翻 那這本書基本上 這便宜賣 這個是黑暗大布局 就是說 然後 中國大陸在這個 搶佔清清非洲市場的一些歷程 那當然他們在 現在在非洲也經營得很好 跟很多 非洲國家都非常的友好 然後貿易往來也都很樂落 所以導致現在美國對於 非洲這一塊沒有掌握到 他們現在也是積極在追趕 好但 你可以看什麼烏甘達 盧安達這些國家 到處都是 有華語空子 學校之類的 很多大陸人都在渡局 OK 好 那這一本是 工業4.0 這個是由 李傑教授所寫的一本 工業大數據的書 那 掌握大數據就是掌握未來 這是一個趨勢 也是那個 後續我們AI 智慧 人工智慧的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 依據參數來源 所以工業大數據這本書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參考 好的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我目前在 在就是把這些書籍提供出來 然後做一些 網路上的 便宜的賣 當然因為我的空間不是很不夠 所以想說便宜的賣個 遊戲 習慣的人 這樣子 好那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 一下 謝謝 拜拜 拜拜